大家好,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助理分析师,你有缘 近期,关于半导体芯片的话题热度持续上升 从俄乌战争之后,各个国家意识到能源、科技是目前本世代的重中之重 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半导体芯片就成为了科技博弈最为关键的存在 谁能够掌握顶尖科技,谁就可以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因此,从今年年初开始,美国就对中国的半导体芯片发展开始了围追堵截 并在今年8月份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 该法案提供大约2800亿的新资金 用于促进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研究和制造 并且也在发布各种禁令以限制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半导体发展 近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半导体和芯片的禁令 首先是拜登政府规定禁止公司向中国出口强大的人工智能算法所需的新进芯片 正好上个月,阿里巴巴发布了一款强大的新营计算系统 其就是为了人工智能而设计的 目前这个项目主要芯片构建是通过英特尔和英伟达两个公司来进行进口的芯片 而这项禁令无疑是有着非常强大的针对性 企图阻碍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 第二就是变相禁止苹果公司在其手机当中使用中国长江存储技术有限公司的存储芯片 之前此芯片在苹果手机上进行了认证的项目已经经过了数月之久 突然的暂停也是有一些措手不及 美国政府的暗中搅局打断了这次科技商业的合作 无疑是对双方的利益都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此举也让大家看到了 目前和美国芯片科技公司合作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不禁疑问,这就是传说中的贸易公平 第三,美国政府要求所有在华半导体企业任职的美国公民 甚至持有绿卡的华人必须得到许可 才可以在中国企业进行芯片相关的研发生产等工作 而且也不允许美籍人士到特定的几家中资半导体公司入职 此禁令迫使不少在华工程师的工作和身份之间进行了抉择 这一举措也是对人才市场的一个打压 综上所述,美国此轮禁令无疑是在供应端、市场端和人才端进行打压 对中国芯片、科技发展产业的进行制约 那么,这样疯狂的举动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番举动体现了目前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快速发展的焦虑 首先是经济方面 GDP方面,美国已经看到了中国的GDP在穷追猛感 担心未来某一天会被超过 一旦被超过,那么在世界经济上的霸主地位就会受到威胁 甚至被动摇 美国的霸权,很大意义上就是靠着经济基础进行支撑的 所以,在目前的大环境下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耍赖皮 从芯片和科学法案中2000亿的补贴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么多的钱哪里来?答案就是不断的印钞 不断的印钞也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上个月,美国的CPI数据是为8.2 如此可见,美国目前的通胀水平非常的高 第二就是科技方面 美国能够呼风唤雨的另一大方面就是科技 在全世界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科技的强盛是本世代和未来的主旋律 谁掌握了科技的主动权,也就掌握了话语权 而芯片科技在未来科技中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最后,科技博弈将是本世代最重要的博弈战场 而作为此次战场的主角,芯片的斗争也将继续持续下去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